国拼虽然在巴黎奥运周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但是目前球队主力球员平均年龄已经偏大 在进入新周期后 更是有多位主力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另外 近些年外协球队发展迅猛 涌现出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新人 日拼等主要对手都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 因此 国拼在新周期的更新换代势在必行 所以 在进入新周期后 国拼安排多位新人出展世界大赛 不过在刚刚结束的亚锦赛上 国拼女队的整体表现 却给了球迷当头一棒 王曼玉和陈梦相继退赛的情况下 孙颖莎领先出征 在女单比赛 孙颖莎又经历了肌肉反应的伤病问题 无奈遗憾退赛 最终 国拼在女团 女单和女双三个项目上 全部丢惯 创造了国拼女队历史上最差成绩之一 赛后国拼女队主教练马林 下课的呼声高涨 在巴黎奥运周期 马林成功尚未国拼女队主教练 但是在马林执教国拼女队三年时间里 她的执教能力却被球迷广为诟病 在球员的排兵部阵上 球迷质疑马林 重用自己的心腹球员王一迪和陈梦 在临场指挥能力 队友丢球后 马林只会频繁摇头叹息 给队员传递负能量 不能提供针对性的打法和建议 另外 在马林担任国拼女队主教练期间 国拼女队的梯队建设毫无进展 球队已经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没有新人能站出来挑大梁 如今国拼女队又在亚锦赛上经历了惨败 球迷质疑马林 一直在赤国拼女队此前留下的红利 所以说亚锦赛惨败后 马林下课呼声高涨 期待更有能力的教练 执教国拼女队 那么 马林是否会在新周期下课 在近日的全景赛上 李笋给出了答案 在近日的全景赛赛场上 李笋带领马林以及邱怡可等教练 出现在了观众席上 为国拼选拔好苗子 在赛后 李笋接受采访时 透露出一个重要情况 全景赛结束后 国拼女队教练团队将会做出调整 其实从李笋的官宣发言中 马林下课的悬念已经揭晓 李笋作为国拼总教练 只强调了 新周期国拼女队教练团队会进行调整 并没有表示会调整马林 因此 马林暂时没有下课危机 在新周期 马林大概率还会继续担任 国拼女队的领军人物 毕竟恩氏刘国良 对于马林还是非常信任 但是目前国拼教练团队人才短缺 在巴黎奥运周期 国拼多位优秀教练离队 新周期 国拼应该挖掘更多有能力教练来到国拼 尤其是做好球队的轻讯工作 为国拼培养和输送人才 保证国拼传承有序的发展 为什么国拼有这种操作 那就不得不说上次比赛了 外界这一生此起彼伏 一向被称为定海神针的国拼女团 怎么突然输得这么彻底 孙颖莎真的是背锅侠吗 事情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要知道 作为国拼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孙颖莎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高强度赛事上拼到筋疲力尽了 从东京奥运会后的密集赛程 到接连不断的国际赛场 她几乎没有停下来歇息的时间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疫情导致专业赛事赛程密集压缩 运动员能有的间歇时间少之又少 根据统计 她在短短三个月打了29场比赛 共计141局 这是什么概念 简直是魔鬼赛程 你可能觉得孙颖莎是职业选手 打比赛是家常便饭 但别忘了 体能核心里永远是有极限的 就算钢铁也有疲劳的时候 比赛密度过高 身体疲劳不说 心里也一直高度紧绷 别人倒是轻松地看球赛 可场上这些选手是顶着巨大压力 拼着命再赢得一分又一分 反观这次亚锦赛 连续出战的孙颖莎 不仅要在比赛中拼对手 还不得不扛住外界带来的无形压力 你说 这难吗 太难了 孙颖莎在比赛期间 还被拍到因体力透支 赛结束后 胳膊都几乎抬不起来的画面 如果说 这样的高强度 都没影响她在场上的表现 是不是太不现实 最终 她赋于金晴英和张本美和 网友的愤怒 似乎找到了宣泄口 孙颖莎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罪人 接下来 陈梦和王曼玉的缺席 也是值得一提的关键因素之一 先说陈梦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单打冠军 原本是国平女团的一大定海神针 但是 为备战接下来的更重要的赛事 她减少了比赛次数 逐步调整赛程 她的退赛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但没想到的是 第二颗炸弹迅速跟了上来 那就是另一位国平主力 王曼玉因为家庭突发事件 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这可是重磅打击啊 关键时刻 顶级选手的缺席 不仅打乱了原本的战术部署 还让保底的比赛走向了不确定的局面 于是 本应是女拼强硬核心的阵容 在这次亚锦赛上显得摇摇欲坠 于是 本次比赛中 陈信彤被临时安排顶替上阵 你说 压力山不山大 她的表现 确实不尽如人意 第三场单打中 面对日本选手平野梅宇 在13-11势力 从这一刻起 中国女拼彻底陷入被动状态 孙颖莎虽然赢下了第四场 但面对连输两场的心理重压 她没能跳出自我设限 最终 还是没能顶住再战失利 这次失利 确实让人痛心 但难道真的是孙颖杀一个人的问题吗 网友的批评 不光是冲着孙颖杀来的 教练马林 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就是这么回事 一支运动队 不仅靠球员拼搏 教练的临场指挥 和赛前准备 更是成败的关键 可是到了这次比赛 马林的应对 很明显让大家失望了 首先 在孙颖杀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马林似乎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有效的策略调整 她在场边显得有些无所作为 甚至连加油打气这样的基础指挥动作 也没怎么见到 这让人不禁怀疑 马林是否提前做好了针对性赛前准备 要知道 面对这样的国际比赛 日本队的崛起已是必然 但国拼的应变和适应能力 却跟不上 这场赛事的很多细节反映出 或许赛前战术布置和人员安排可能有些仓促 被迫给年轻球员过多的压力 除此之外 马林在赛后颁奖典礼中的缺席更让人气愤 国拼输了都没见教练现身 一些网友甚至当场喊马林下课 这不仅仅是对运动员和观众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比赛精神的不尊重 有人说 输比赛别找借口 要么就是实力不行 这话说得轻巧 但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 是 孙颖杀输球是事实 但这其中包含的心理压力 就没有人看到了吗 竞技体育不仅是身体的较量 更是一场心理的战争 只要稍不注意 那些长期积攒的压力 就会崩塌 孙颖杀从一开始 就被外界寄予厚望 战绩赫赫 光环加深 这样的期待 虽然能成为他前进的动力 却也可能变成压垮他的质骨 特别当大家都觉得 他应该赢时 他反而要面对更大的心理负担 网友的苛刻 虽然能在一时带来情绪发泄 但对一位长期为国效力的选手来说 更多的支持与理解 可能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动力 肖战之前曾分享过一个运动员的心理话 他说真正的对手 永远是自己 没错 作为顶尖运动员 外界的质疑只是干扰 最难战胜的 永远是自己内心的困境 而孙颖莎如今的困境 正是这样一场自我对决 也许 最让人担心的 不仅是某场比赛的失利 而是国拼女团未来的隐忧 看到我们现在的队伍 承担重任的是 孙颖莎 王毅迪 陈信彤 已经接近27岁的老将 然而 更大的问题是 年轻力量的崛起 似乎并不明显 未来的比赛中 是否能够有更多新生代的年轻球员 来挑下国拼的大量 如果这样的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 未来的国际赛事 真要让人捏把汗了 这一届的日本小将 比如张本美和 已经开始威胁中国女队的霸主地位 年轻有冲劲 不容小觑 而我们这边呢 新周期内 没有出现更年轻的选手 这说明什么 或许 中国女拼正面临危机与转型的关口 一次失利 并不意味着什么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谁也无法保证 一直站在巅峰 但孙颖莎和一众选手 为国拼拼搏多年 外界理应给予更多的理解 而不是一味指责 再给她点时间 她必定会以更强的姿态重新崛起